在十分偏僻荒凉的地方 一间自建的简陋农舍里 小美独自一人生活在这里 家里没有电 也没有天然气 找不到任何的现代设施 她把菜道进密制汤锅里 诡异的是 里面飘出的 却是像干冰一样的气体 她正想用刀切菜 却怎么也切不动 用手摸了摸用盾的刀身 又拿起唯一锋利的一把刀切起来 随即重新放了回去 她把菜道下去继续搅拌时 天空不停传来声波噪音 从没听过这种声音的小美 痛苦地捂住耳朵 突然像是什么东西坠落了一样 整个房子震动摇晃起来 小美直接摔倒在地上 阁楼上的灰尘掉落下来 直到那个声音消失 小美也缓了好久 她看向顶上的阁楼 慢慢爬起身 小心翼翼地来到窗外查看 这时 她惊讶 房顶发出个大窟窿 缓缓把头缩回小美决定 爬上楼梯查看 她慢慢推开阁楼门 拿起一旁的烛火灯 她爬到上面环顾四周 看向右边时 被吓了一跳 一阵阵诡异地声波传来 从没见过这种东西 小美害怕地扶着墙壁 她绕到一边 才完全看清这个巨大圆盘 这时声音缓缓消失 小美小心地靠近 用脚试探过去 一道电流声响起她 连忙把脚缩回 就在她想蹲下 把手放到上面时 金属圆盘发出刺耳的警报声 小美把头低下看向底部 突然圆盘大门缓缓开启 小美惊讶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随即害怕地往一旁爬去 飞船上一个身影 慢慢走了下来 小美躲在阁楼门后 紧张地喘着气 脚步声缓缓朝她逼近 突然一个小人不停发射电波 让小美痛苦地大叫 痛苦的小美一脚 把她踢下楼去 随即连忙用立冠上阁楼门 用身体紧紧压住 正当小美以为送了一口气时 一旁又传来诡异的脚步声 她慢慢把头转过一边 一个小人赫然站在角落 对她发射电波 被射中的小美 痛苦地往后捣去 小人还在不停发射电波 小美捂着肩膀 大口地喘着气 她强忍疼痛 起身拿起烛火瓶 狠狠往前面一丢 小人瞬间被击飞到房子外 恐惧的小美 赶紧打开阁楼门爬下去 她再次听到楼上 传来阵阵脚步声 小美疑惑地看着底下 一个圆锥体掉落在地上 她用脚踢了一下 并没有反应 随即拿起来闻了闻 又摇晃了几下 突然圆锥体传来电流声 小美吓得把扔到地上 她害怕地缩在角落里 这时小美发现 手臂上有几个 被电波击中的伤口 肩膀处也一样 她表情痛苦地 用水清洗被击中的地方 热辣的疼痛感 让小美表情扭曲 突然一旁 又传来电波的声音 小美赶紧躲到一旁 随后拿起柜子上的烛台 又到仓库取出大木棒 她朝着前面狠狠拍去 不停扫着前面的区域 小美紧张快速地 检查每一个角落 她把烛火放到椅子上 猛地朝枕头里戳去 发现小人并不在里面 又小心走到门边松开锁扣 此时小人赫然出现在门后 她用电波狠狠射向小美 就在她再次发射电波时 小美紧紧把门关上 她用锁扣紧锁大门 门后的脚步声 渐渐往右边跑去 小美赶紧用木棒猛回床底 这时她的武器被用力扯住 小美吃力地拔回 木棒身体往身后倒去 一不小心 居然把紧剩的烛火熄灭 失去光源的小美 害怕地尖叫着 她瑟瑟发抖地躲在角落 突然一旁又传来了熟悉的电波 小美站起身 缓缓朝厨房走去 看向左边 她发现架子上的那柄刀不见了 突然身后传来刺耳的声响 小人居然飞到窗户上想走进来 小美猛冲上去关上窗户 用水桶底柱不被打开 这时窗外不停响起电波声 小美急忙躲到一旁避免击伤 就在她慢慢往房子里走去时 一个小人悄悄拿着刀从地上钻出 小美痛苦地大声惨叫 她的脚被小人用刀砍伤 突然小人拿着刀猛地扑向她 小美急忙用手把她扔飞 她失声痛哭出来 脚下流出鲜血 小美再也绷不住 从仓库拿出斧头 她提着斧头正想开门时 小人一刀从门缝处伸出 小美手掌直接被刀锋划伤 不停流出鲜血 顾不上伤口的疼痛 小美猛地推开门冲进去 她焦急地寻找小人的踪迹 拿出卧室里的烛火 在床底寻找小人 就在这时 床单里的小人慢慢钻出 小美一把撩开床单 抓住小人用床单盖住 这时 另一个小人从窗边出来发射电波 小美痛苦地捂着脖子 用力把小人推了下去 迅速把窗户关上 她抓起床单里不停挣扎的小人 她居然用刀直接割开床单 小美用力从她手中夺过小刀扔到一边 猛猛地握着床单往桌子砸去 直到里面的小人没了动静 小美来到壁炉旁 把小人倒进箱子里 一整个箱子扔进火里焚烧 小美正想松口去 又传来剧烈的响声 前面的墙壁被红出圆形切口 把烟不停从旁边飘出 突然小人举着电波朝小美发射 小人又急忙退走 她从房间里抄出斧头来到洞边 表情猙獰地等待小人进来 小人在外面发出光照 她一直在门口来回踱步 最终缓缓朝右边走去 小美凶狠地咬牙切齿 斧头朝阁楼上爬去 当她推开阁楼大门上去时 圆盘的楼梯突然收了起来 小美猛地上前拿起斧头劈砍 圆盘传来阵阵声波 她不顾上那么多不停猛劈 圆盘传来响声 小美停下手中的动作 小美听不懂圆盘传来的声音 气得狠狠用力把圆盘砸烂 最终圆盘被砸得稀碎 这时圆盘上赫然写着 美国空军太空探测器一号 小美支撑着疼痛的身体爬下楼去 而来自地球的渺小生物的入侵 被巨人所消灭 未知的浩瀚宇宙 总有着不可触及的区域